第361章 种子选拔 林栋在与林振天林小他们相聚没多久的时间 那位在林氏宗族中有着不低地位的子袍长老便是笑着走来 是林振天吧 我记得当年离开宗族时 你也方才二三十岁 没想到眨眼间便是数十年过去了 那子袍长老走上前来 冲着林振天笑道 你是林牧长老 望着这子袍长老那隐隐有点熟悉的模样 林振天失忆了好片刻 方才有些不确定的道 而后也是略微有点受宠若惊 在当年他还在林氏宗族的时候 面前的人便已经是宗族长老 地位非凡 只是让他意外的是 后者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 当年因为任务失败 这次对你有了一些处罚 还望你不要怪宗族 那被称为林牧的子袍长老 缓声道 不敢不敢 当年那次任务的确是我的失误 林振天苦笑着摇摇头 他知道 以林牧如今在林氏宗族的地位 换作正常情况 他根本就没有与他说话的资格 如今后者这般好言相说 完全是因为他们严惩分家 出了一个林洞 等今天过后 我便吩咐下去 日后你将会再度恢复宗族身份 至于你是想要留在宗族 还是回严惩 也全看你们的意思 林牧微笑道 哦 多谢林牧长老 门言林振天也是点了眼头 几十年的愿望 如今终于是能够实现 一时间他竟是有些唏嘘 林冻司也是知道 老人此时心境有些澎湃 手掌轻轻拍了拍 林振天的肩膀 轻声道 爷爷 你们先在临晨休整一下 以后的打算 等想想再决定 我先随林牧长老出去一趟 多加小心 林振天欣慰地望着面前 比他都要高出一个头的青年 点了点头 和声道 林栋微笑着点了点头 与林笑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这才转身 那林牧也是一笑 在前引路 两人行走在庞大无比的 林氏宗族内 沿途有着不少宗族之人 将那种奇异的目光 投射而来 不过此时 那些目光中 却是没了往日的那种 高高在上 以及嘲讽 经过今天的这场大战 恐怕没有人敢小觑 这位来自芬家的人 林董 真是没想到 芬家当中也能够走出 如此优秀的人才 林牧在前引路 突然偏头笑道 林栋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倒并没有 在这上面多说什么 他的秘密 并不想让人知道 虽说你以前是芬家之人 不过以你的能力 以后在宗族中 也是能够有着 相当不低的地位 这是好事 不过也得多加小薰 宗族之内不比芬家 林牧意味深长的道 林栋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是感觉得出来 这宗族的复杂 今天与林良天交手 更是得罪了他所在的那一派系 那些家伙 想来不会让得他太过的安安 不过对此他也并不怕 只要有实力 旁人如何暗算 那也是徒劳务功 给林栋略作提醒后 那林牧也就不再多说 领知林栋在那犹如迷宫一般的 庞大宗族之内 行走了取酒 方才在一座 辉红大厅之前停了下来 隐气而尽 此时的大厅中 已是有着一些人影 这些全部都是 林氏宗族当中的长老 有着不低的身份 而在那守卫上 正是先前见过的 林氏宗族的族长林范 见过族长 林栋上前 对着那林范拱了拱手 林范微笑着点了眼头 目光环视一圈 而后停在林栋身上 说道 林栋 先恭喜你 获得此届族会的冠军 林栋不置可否 他知道林范叫他来 不会只说这些没痒痒的话 既然你心中也清楚 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脚了 见到林栋这副模样 林范也是一笑 道 不知道你可听说过 大阎王朝 种子之战 没有 林栋沉言了一下 然后缓缓摇头 每隔二十年 大阎王朝的顶尖势力 都会有着一场交锋 当然 这并非是开战 而是一种选拔 每一个势力 都将会派出年轻一辈 最为优秀杰出的人 去参加这场选拔 而这场大阎王朝 最顶尖的选拔 便是号称 种子之战 能够有资格参加 这种子之战的 个个都堪称妖孽之姿 再加上身后不俗的背景 堪称大阎王朝 年轻一辈的巅峰巧楚 原本我林氏宗族此次 只打算派林郎天前去 不过 你却是突然的脱颖而出 若是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加这种子之战 林范笑道 文言临动眉头 却是微微一皱 对于这种 有些莫名其妙的战斗 他实在是没有太大兴趣 虽说与那些大阎王朝 真正的顶尖巧楚 交手挺吸引人的 但他却不是什么 誓战如命的狂人 不知道你可曾听说过 大阎王朝的圣灵潭 林范微微一笑 道 圣灵潭 文言临动一正 玄机眼神便是有些变幻起来 这个名字他自然是听说过 甚至大部分大阎王朝的强者 都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过却从来没有多少人 真正的见过这传说之中的东西 据说这圣灵潭 乃是由远古神兽雪脉凝成 在其中浸泡 不仅对于实力 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甚至最主要的 是圣灵潭能够增加 进入涅槃境的成功率 谁都知道 进入涅槃境危险重重 就算是准备周全 也是有着陨落之危 所以圣灵潭的这种神奇的功效 对于那些想要进入 涅槃境的强者来说 无疑是具备着 致命般的吸引力 大阎王朝真有着圣灵潭 林栋有些怀疑得到 一直以来他虽然听说过 但却是并不认为 真的有着东西的存在 无风不起浪 圣灵潭的确存在 只是常人根本无法寻觐而已 如今的圣灵潭属于 大阎王朝所有顶尖势力 共同掌管 不过那圣灵潭之中的灵液 生长得太过缓慢 没办法提供所有势力的需求 自然而然的 为了这圣灵潭 便是有了一些争端 解决争端的办法 最后放在了这种子之战上 各方顶尖势力 派出年轻一辈的小楚 最后脱颖而出的五个人 便是能够获得进入圣灵潭的资格 现在你对于这种子之战 可有兴趣了 话到最后 林范不由的一笑 问道 林栋沉默了一下 这圣灵潭对于任何 涅槃境以下的人 都是有着致命般的诱惑 只是让得他疑惑的是 为何要让他去 就算他真的获得了最后的名额 那好处也被他给享受了 难道这林氏宗族 只想要个名头而已 从圣灵潭出来之后 又要怎样 林栋缓缓地问道 听到这一话 林范正了正 盯着林栋 片刻后 风才面色逐渐凝重 沉声道 从圣灵潭出来之后 这五个人便是将会代表 大阎王朝 参加百一朝大战 百朝大战 当这四个字入耳时 林栋豁然抬头 袖袍当中的拳头 也是猛地紧握起来 眼神变幻 第一次在林范的面前 有些失态 两年前的姨姆姆 此时飞快地 从其脑海深处 跳跃而出 那一次的古墓春色 让得林栋的心中 永远地将一个美丽的女子 印刻在了最深处 那个女子高贵而飘渺 如同那落尘的折仙 不惹尘埃 林青竹 一个如其气质般 高贵脱俗的名字 林栋的骨子中 生来有着一种倔强霸道 林青竹是她生命中的 第一个女人 虽然两人间的关系 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林栋却不是那种 吃了便宜 抹着嘴头乐的人 在当林青竹出手 将她从王爷手中 救走的时候 她便知道 这个女人 她要了 这些年的努力 虽说有着林郎天的缘故 但同时 还有着林栋内心深处的 那一道美丽倩影 林栋知道 她的身份不一般 她看似清冷 但骨子中 却是充斥着棱傲 强如林郎天这等天才 那时候是还无法让她有丝毫的另眼相看 可以想象 这个世间还有着什么男子 能够真正的获得那份青睐 不过 不管有多么的困难 但林栋却是不会有丝毫的放手 因为她知道 她不愿意这个女人静静的躺在别的男人怀中 想要还情 等你拥有参加百朝之战的资格再说吧 我若是从那百朝大战当中脱颖而出 又能否够资格 勉强够 不过 我不认为你能走到那一步 这并非是轻视 而是一种现实 不论你接受与不接受 它都不会改变 会有这么一天的 到时候我会再次站到你的面前 然后跟你说 我睡过的女人就一定是我的 两年之前 身风之巅 少年被那放肆而认真的大笑 在林栋的脑海之中 缓缓地回荡 两年来 百朝大战四个字 一直都是被她深深地藏在心中 她知道 这四个字将会比打败林郎天 更加的困难百味 但她却从未放弃过 而今天 她终于是第一次知道了 与这神秘的百朝大战 有关的消息 林栋深深地吸了一口 有些冰凉的空气 目光盯着 有些诧异她的失态的林范 脸庞上 缓缓掀起一抹糊涂 好 我参加 林庆主 你等着 我参加了一抹糊涂 我参加了一抹糊涂